人行道上窜出了火蛇 消防队员不水线全力灌旧 园警在现场拉起封锁线 紧急疏散大楼总计一百多名住户到马路上 听到他们说有火起来 然后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就跑来问消防队说 我们厨房还可以在厨房我也会怕 他说最好赶快跑离开这里 结果那个工人就是要收的时候 就是旁边有一些石块 大家要去打的时候好像不小心去打到了 火警发生在11日傍晚5点多 工件路上这栋大楼 请包商在地下室进行污水管线工程 一是在进行洗孔作业时 敲打不慎引燃火势 导致火蛇不断冒出 瓦斯公司人员到场 紧急关闭大楼瓦斯开关 火势依旧不断串出 丝毫没有变小迹象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瓦斯管线还是怎样 就对了 那我们现在会先把这些全部的关掉 一下看看 到底是他们瓦斯管线 因为我到地下室都没有看到管线 新农瓦斯到现场 认为不是他们的 那我为了离经 我请大家赶快去先附近把它关闭 开关 然后请民众疏散到楼下来 那目前我们现在因为火势一直洗不掉 我们还在离经到底是什么东西泄漏 怀疑是旧管线或者其他管线 为了防止火势扩大 消防局征派三个分队 总计40多名消防队员抵达现场借户 持续用两线泡塔射水 企图压制火势 有加派人力 有三个分队已经目前到现场 已经协助协助主理 那我现在两天的出所处 我有用泡塔来做防护射水 这个部分我们还要在持续来做个查明 因为现在的火还是持续在烧 表示它的气体 这个不明气体还是持续一直在供应 那这个部分我们尽数来做一个确认跟查明 市府公务处长陈耀川 率领多位科长到场处理 并通知中油人员到场 金融市长谢国良 紧急从平溪天灯节活动现场 赶回公建路亲自坐镇和瓦斯公司人员协商 扩大关闭区域开关 同时指示暖暖区长冯急安先安置民众 并准备食物给民众用餐 现在当然还是要先把这个火势先把它扑灭掉 可是因为新隆瓦斯已经关掉他们的管了 但是这个火还没有停 我们也感到非常担心 对我们就请区长赶快先帮大家安排妥当 因为如果这个火势一直这样子烧 我觉得让大家晚上住这里也不安心 所以我赶快安排大家一个住的地方 那吃饭也要赶快安排 包括金融市副议长杨秀玉 议员曾一芳 吉章肯辉和蔡旺年的助理都到场关心 昨天那个市政府污水下水道客在这边施工 发现到这个整个自来水管整个严重的爆裂 那昨天就已经发生了 那今天又发生了这个就是那个什么瓦斯公司 瓦斯管整个爆裂 那个火已经燒了一两个小时非常的严重 而且火烧得非常的猛烈 那我们相关大会是不是要来查办 这真的是很非常严重 已经影响到这个 这边乡亲的一个身家的一个安全 天然瓦斯公司能够先把瓦斯的管线 总开关先把它关掉 那我们再来看看后续还有没有火焰 那如果有还有火焰的话 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那我们是希望我们民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来现场看 那原本一开始火还没有那么大 那因为我们就在那边一直看嘛 现在越来越大 我们要求那个瓦斯公司 能不能先把我们把瓦斯管关掉 经过瓦斯公司关闭区域开关 火是在晚间8点40分熄灭 市长谢果良要求瓦斯公司尽快开挖修复 并透过大楼广播向住户说明 大概暂定10点左右等封管的这个工程做完以后 会来重新测试一下 那那个时候可能就会重新的测试 测试都安全都没有问题 才会来恢复供应瓦斯 所以从今天晚上到早上10点 是确定没有瓦斯 但相对上也是安全的 所以请注入今天晚上请放心 但是很抱歉就是没有瓦斯 瓦斯公司在今天晚上 赶快去做公馆的这个动作 但是明天早上 我是建议等到白天 确定大家都起床以后 然后呢再来做测试 因为测试可能就等于是要把瓦斯要重新开启 那这段时间我是觉得说 如果大家大概有500多户是没有瓦斯的 我会到明天早上 那趁这段时间把这个瓦斯管把它绷起来 那我是建议 我是具体建议要跟议员大家商量 就等到明天大概10点钟左右或之后 再去考虑开启它 这样不会说你半夜休好 如果你半夜测试 可能万一又发生一点问题 民众又要撤离 那这样民众没有办法 那如果是他开几点测试 我明天早上也会跟议员 回来这边再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晚上 新瓦斯他们还要再利用时间加班 把整个工程 为了管线的工程 整个把它整理完成以后 那明天早上再早一个时间 来做一个明确的一个测试 那我们要等这个整个瓦斯 那它的来源 不明的地方 或者是往瓦斯 那还有其他不明确的地方 能够把它确定 是跟旧的管线 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才知道说 它的安全性 由于前一天 同个地点才发生 自来水管线漏水 导致地层下陷 现在又挖断管线起火 到场的议员 要求市政府查明原因 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导